本场比赛 虽然阿根廷一度从0比1落后到2干一反超 但天赋出众的法国队展现了更为强大的实力 他们在12分钟轰进三球 将总比分变成4比2领先 阿奎罗虽然最后打进一球 但阿根廷依然以3到4高负出局 19岁的姆巴佩坊说罗纳尔多附气 闪电般奔袭让阿根廷疲于奔命 他本场比赛轰进二球还制造了点球 青春活力无限 在姆巴佩势不可挡 展现出新世界第一人的前置时 31岁的梅西射门助攻梅尔卡多铺门 还在最后时刻常传助攻阿奎罗铺门 但已经是英雄陌路 徒劳无功 梅西跪在草地上头顶草坪堪称虐心 这样的失败经历 对于他来说 其实已经习以为常 前三届世界杯 梅西的阿根廷都输给了德国 尤其是巴西世界杯 不抵德国区区大军 更成了梅西刻骨铭心的痛 本次世界杯 未免冠军 阿根廷最大克星 德国队在小土赛就被淘汰 而上线世界杯亚军阿根廷在16强也被淘汰 仅比最大克星多走了一步 31岁的梅西正式告别了俄罗斯世界杯 四年后的世界杯 已经35岁的梅西还会参赛吗 那时的梅西无论速度 还是技术都会下滑很多 这场输给法国的比赛 很有可能成为梅西的世界杯决场和戏幕演出 2006年世界杯 年仅19岁的梅西迎来了世界杯首秀 他在对阵赛黑时 用进球宣告了梅西时代即将来临 12年之后 梅西看着姆巴配拳 是自己19岁时的影子 而他已经是征战四届世界杯的老将 19岁的姆巴配在赛后拥抱安慰31岁的梅西 两人拥抱的一幕 更像是新老两代球王的交接仪式 这一幕既旅心又美好 毕竟足坛新人被出才是足坛之福 梅西已经是位酒精沙场的老将 无论锐气还是状态都已经处于下滑轨道 而姆巴配正值青春年少 有大把的时间去征服世界独坛 姆巴配拥有无限可能的未来 而梅西那么多年为世界独坛带来的惊喜 已足够求迷铭记 再见 梅西